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整体拼装体验非常好 零件都是有浮转 关节紧实度是多 非常易于把玩 除了身体部分还是以前的零件 其他的地方都完全不一样 这样的积木人实属破坏了 看看整体效果 这妥妥的小型可动玩具 呼鲁可每次搞新RP 都有自己独特的审美见解 这次变形金刚也是一样 在以机碗为原型的基础下 加入了自己的美学 又绑画并且很好看 只是不一 角色配置也是给的刚刚好 有人会问 大黄蜂 红二色 红蜘蛛 大波怎么没有呢 这还不简单 肯定是商业上的策略 人气角色一次给其想想也不可能 至于缺点吧 其实我不想做缺点 就这价格和配置根本就没有问题 唯一遗憾的是大家都知道 这个无解的问题 希望布鲁可以后能做出双形态 弥补不能变得遗憾 最后再回过头看看可动 这次可动可以说是变态级 小小的积木可动性抱怨 已经不输给好多大型的 可动成子团队 最后我们不忘初心 摆出双橱狂喜的动作 一组照片后结束今天的玩具风险 谢谢大家观看 与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与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